Hello,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商管书 它的名字叫做《高成长思维》 这本书是在教一个创业者 如何让自己的企业可以成长跟扩张 这是一本我觉得每个创业者必读的一个创业故事 而且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分析还有策略 那么今天的这本书出版社有提供两本抽奖证书 想要参加抽书的朋友 可以到节目资讯栏看一下参加的方法 那么本集节目是由博客来赞助播出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想说 那个某某某的运气真好 我好想要像他一样有那种好运气 但是啊想是一回事啊 做是另外一回事 运气呢不等于幸运 我们该怎么样不依靠幸运就获得成功呢 答案就是主动成为一个幸运的人 运气这两个字是名词 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坐在那边干等待 天上就会掉下来恩赐 你以为说运气就是不劳而获的一种救赎 那么幸运呢是一种形容词 是当你主动提升自己 吸引了周围的好机会向你靠近 你知道的是幸运是透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啊 职场工作者该怎么样提高胜率 让自己变得更幸运的话 你一定不能错过博客来的创运思维线上书展 书展里面呢有很多我曾经推荐过的好书正在打折扣 像是与成功有约 底层逻辑 还有黑马思维等等 我们不要只是坐在原地等待运气的降临 而是呢要让自己先变成一个值得幸运的人 懂得从好书里面吸收智慧的人 就是主动创造自己幸运的人 即日起呢只要到3月31号 书展里面的好书最低五折起 领取瓦机粉丝的专属优惠 25元的优惠券还可以省下更多 活动页面呢就欢迎参考节目资讯栏咯 接下来就回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高成长思维 通常呢我们在听到这种创业家的故事 往往都是透过新闻媒体的二手或是三手报导 如果有一个访谈节目 他可以邀请到全世界最顶尖的科技公司的创办人们 由他们在访谈里面亲口说出这些故事的话 你会有兴趣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 就是汇整了很多一手访谈的这种精辟分析的一个精彩之作 那么这本书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高成长思维他的作者之一 就是大名鼎鼎的LinkedIn的创办人 雷德霍夫曼 LinkedIn是现在很多猎头公司啊 求职人才一定会用的一个专业求职网站 那么作者雷德霍夫曼呢 他是一位矽谷的投资人 也有很多的创业经验 还被大家称为矽谷人脉之王 所以呢他在自己有主持一档这个Podcast的节目 叫做规模大师英文是Masters of Scale 这个节目非常的棒哦 在这个Podcast的节目里面呢 他经常去邀请一些很受瞩目的公司创办人 还有领导人上节目跟他直接对谈 很深入的去探讨他们公司成长的契机 而且呢研究一下说 他们扩大公司规模用哪一些战略 这本书呢就很像是这一档节目的浓缩加强版 所以啊这本书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写得出来哦 不是随便谁来写都可以哦 而是主持人雷德霍夫曼 他本身很独特的人脉 还有他的经验 是让这本书更有看头的关键 他的人脉之广呢 让他可以邀请到像是迪士尼 脸书 Netflix等各大顶尖企业的领导人上节目 而且他的职业经验也非常的特殊 他担任过PayPal的执行副总 也创办过LinkedIn 现在呢则是担任顶尖的创投公司 Greylock Partners的这个合伙人 综合以上的这些条件 由作者来谈企业扩张规模的方法 真的是再适合不过 所以呢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呈现方式哦 虽然说Podcast的节目呢 是每一集访谈一个领导者 可是这本书呢 他就换成是用主题的方式 把类似主题的谈话内容 还有分析放在一起 让读者读完这本书的时候 可以学习到十种不同的主题 像是创业家该如何面对投资人的拒绝 该怎么样找到决胜的点子 该如何塑造公司的文化 怎么样观察顾客的行为 等等这些主题 那这本书里面呢就呈现出很多创业家的发展故事 还加上了很多主持人的观点 还有分析 带读者从一个资深创业家跟投资人的角度 去认识这些创业家的故事 并且呢 从中获得一些宝贵的洞见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 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首先呢 第一个是叫做为了扩大规模 你要先做无法规模化的事情 为了扩大规模 你要先做无法规模化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规模化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简单想成是 扩大生产的规模 降低生产的成本 卖东西给更多的客户 卖到更多的国家去 随着一个公司它的规模越做越大 客户越来越多 公司的营收自然就越来越高 那这本书呢 虽然是在教大家 怎么样把公司扩大规模 可是作者他却在提醒我们一个重点 创业的一开始 必须先做好那些 无法规模化的事情 好 必须先做好无法规模化的事情 你或许会觉得有点奇怪 如果在我创业一开始的时候 就一直在做那些 无法规模化的事情 那之后我要怎么样 扩大我的这个企业规模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来看一个 实际的公司案例 有一家公司 它的名字叫做Airbnb Airbnb呢 是一个可以让旅客 在全世界租到民宿的 一个网站平台 那这家公司呢 也颠覆了传统 只能依靠一些饭店啊 跟旅馆的那种订房模式 反而让全世界的民宿 都加入了这样一个旅游的 共享经济里面 在节目上啊 这个作者他就访谈了 Airbnb的创办人 叫做布莱恩切斯基 他就问布莱恩说 你当时是怎么开始的 布莱恩就说啊 他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啊 他的投资人老师 就是他有一个投资人 然后也是身为他的导师 告诉他说 你如果要扩大规模 你就一定要先到 客户的家里面 直接拜访 而不要只是在那边想的 把这个网站 弄得漂漂亮亮就好 这个导师就提醒他 现在呢 就是你唯一有办法 这么做的时刻 因为你的这个事业 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大 你就不可能 见到所有的顾客了 你也不会有机会 再认识他们 直接替他们设计这些服务 所以呢 他就听了这个老师的话 布莱恩他就从西岸的加州 飞到了东岸的纽约 去拜访其中一个屋主 布莱恩在拜访这个屋主的时候 他就问对方说 你在用这个Airbnb 出租自己的民宿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给我们 结果这个屋主很有趣哦 他就从他的房间里面 就拿出了一个文件夹 里面呢 有好几十张的笔记纸 上面写的字是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他希望 他可以见到Airbnb 去改善的所有地方 所有的细节都在上面 这种客户的回馈呢 是一个好兆头 代表说有人 很真心的 对你提供的东西 感到狂热 然后后来呢 这个布莱恩 他就陆续去拜访了 很多其他的屋主 他就问他们一些更大胆的问题 像是他就问他们 如果呢 Airbnb设计出什么样的功能跟东西 你们会敲锣打鼓 觉得好开心哦 告诉你们看到的每一个人 他就问他们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进行这一些 无法规模化的拜访的时候 一对一的 这样直接到人家家里 拜访的这个过程当中 布莱恩他就收集到了 很多宝贵的建议 替这个Airbnb的早期版本 打下一个很良好的基础 那除了Airbnb的故事之外呢 其实书本里面呢 也有很多创业故事 都透露出这样的一个共通点 你要先做那些 无法规模化的事情 很专心的去打造一个 一小群用户热爱的东西 要先做无法规模化的事 只打造一个 一小群用户热爱的东西 因为呢 如果有一群人喜欢你的产品 有一群人喜欢你的服务 那么就有可能 让其他数百万人也会喜欢 那还有一个特性就是 由于人们有一个这种心态 就是他会想要分享 自己喜欢的东西 例如说 我就很喜欢分享书本给大家嘛 人会有一个想要看到好东西 用到好东西 想要跟别人分享 所以呢 如果你的产品 有一小群的用户热爱的话 你的产品和服务 自然就会得到最好的行销 跟持续的成长 那也就是你用钱 也买不到的一个东西 那就叫做口碑 如果你的东西 好用到他们真的很热爱 很想要跟人家分享推荐 这个就是口碑的效应 好 你怎么样砸钱 可能都很难砸出来 只有你的东西 真正能满足到这些 狂热的用户才有可能 所以呢 这个就是第一点 要做那些无法规模化的事情 真的规模化是等到后面 再去思考的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分享第二个重点 那就是 不要只听顾客说什么 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好 不要只是听顾客说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有很多的创业家呢 会认为说 顾客说的话很重要 所以这些创业家 他们很在乎顾客说了什么 会倾听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然而啊 这个想法基本上没有什么错 只是呢 还不够 你还要再做更多一点点 除了听顾客说什么之外 你还要实际的去观察一下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的行为到底是什么 像是这边就举Google这家公司当例子 在Google一开始创业的初期 他们曾经去研究一个事情 就是在Google的搜寻页面 搜寻的第一页 要显示多少个搜寻结果 好 在搜寻页面的第一页 要显示出多少个搜寻结果 当时负责这项研究的工程师呢 叫做梅丽莎梅尔 她也是Google的第一个女性工程师 之后呢 她甚至还担任过雅虎的执行长 所以呢 这是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做的一个研究 那梅丽莎梅尔呢 她当时想到的第一步 就是先做一下用户的问卷调查 她想要听听看顾客到底说什么 顾客想要什么 她就在问卷里面 直接问这个顾客们说 你们想要看到每一页 有多少笔的搜寻结果 想要直接从顾客身上挖答案 那你可以猜猜看 当时她做这个问卷的时候 大家想要几个结果呢 是20个呢 还是25个呢 还是30个呢 答案是越多越好 大部分的客户回答的都是 我想要有30个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用户的心声很明确嘛 每一页放的结果就是越多越好 最好是接近30个 所以呢 梅丽莎梅尔呢 她没有直接这样听 她在做实验 她就放出了很多不同版本的 搜寻页面的这个结果 她去观察这些使用者 真正在做的事情 她放出来这些版本呢 其实外观上都差不多啦 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只有说 每一个页面呢 她出现的这个搜寻结果数不一样 好 所以说这个团队后来就开始去计算一下说 真正的这个使用者在搜寻之后 到底点进去多少个结果 到底他们看了多少个搜寻结果 那看了多少结果之后呢 这个使用者就会放弃就会搜寻下一个东西 或者说就会退出网站 他们就观察这些使用者的实际行为 然后呢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真的会看这个一到十笔的用户是最多的 可是呢 会看第十一笔到第二十笔的用户 已经大幅的减少 会看二十五笔资料的人呢 超级少的 然后几乎没有人去看到第三十笔搜寻结果 那你可能会很好奇哦 为什么从用户的口中说出来的这些东西 跟他们的实际行为差这么多呢 好 答案是这样子的 当这个搜寻的页面呢 每一页要搜寻这个结果要增加的时候 是有一些些代价的 而且用户很在乎这个代价 也就是呢 显示的这个速度 如果每一页呢 要呈现出二十笔结果 三十笔结果的时候 这个显示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如果每一页只显示十笔结果的话 咦 这个显示的速度就比较快哦 就很短时间就跑出来了 所以呢 用户其实比较喜欢看每一页 只有十个搜寻结果 如果说他们要等二十等三十个 通常都会等到不耐烦 甚至呢 他们也不会往下滑这么多去看 所以后来Google才会决定 像现在的这个设定 把每一页的这个搜寻数量 定为在十笔左右 好 所以说这个作者呢 他就提醒我们 如果你只留意顾客说的话 却没有去注意他们做的事情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让子弹飞出方向 如果啊 顾客一说什么 你就跑去做的话 你很有可能哦 没有办法专心的去照顾好你的核心产品 如果你什么话都听的话 你很有可能为了讨好所有的人 搞到自己分身乏术 最后呢 却没有任何人满意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来思考一下 这个观点 跟前一个Airbnb的故事 好像有一点点冲突 对不对 前面这个Airbnb的故事告诉我们 要听那一些狂热用户的建议 但是呢 在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说 不要什么话都听哦 有一些你要看的是行为 而不是他们说的话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啊 这个重点其实就回归到这个 创业家的实验精神的本身 我们要有实验精神 当我们听到了一个建议 我们可以先把它当成一个实验的假设 接着呢 你去设计一个实验 像刚刚的这个梅丽莎梅尔那样子 去设计不同的搜寻结果 你去设计一个实验 并且进行这个实验 你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收集资料 把这个顾客的行为 都用这个数据的方式储存下来 最后呢 再去验证跟判断 你的这个假设是不是正确的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其实就是在一个 做实验的一个过程跟循环 那如果说你要决定 到底要不要做一个实验 你可能会听到某个建议 可能会想说 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实验呢 因为做实验也是要花时间的嘛 也是要花资源的 那么要不要做实验的背后 其实是需要很好的判断力跟洞察力 那这个部分呢 就比较没有那种一体适用的公式啊 就是没有一个规则告诉你说 什么样的东西一定可以做实验 什么样的东西不行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判断力呢 可能就还要再仰赖 我们自己的一些 关于商业的洞察 跟我们自己看待这个 核心产品的这个理念 我们到底够不够了解 我们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的产品跟服务 要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价值 不过呢 说到最后啦 无论是怎么样的假设 你都还是要透过实验去验证 而不是说你一听到一个建议 你就马上信以为真 觉得这个顾客说的就一定是圣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会很多的子弹 你可能会飞错方向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今天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两个观念 就是第一个 为了要扩大规模 你要先做那些无法规模化的事情 后面的话 再来想怎么样扩大规模 再来第二个要分享的是 不要只听顾客说了什么 而是要去看他实际上做了一些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两个重点 那整体来说呢 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 高成长思维呢 我觉得是一本可读性很高的书 即使啊 你平常比较少读商管书 你也可以从这本书里面 获得很多的阅读乐趣跟启发 因为这里面的故事呢 有一些是跟我们非常相近的 我们自己很熟悉的企业 像是Apple Nike Netflix Spotify Google 还有Instagram这一些 那里面也有很多很多是我们不常听到 但是呢 同样可以带来很多启发的企业故事 像是Canva Dropbox Hubspot 还有Bumble 这些东西呢 其实有在接触科技产品 或者说科技领域的朋友们 可能都会常常听到 但是如果你对这些故事都没有很了解 不熟悉的话 这本书就很像是一个创业故事的大补帖 一次性的网罗了这些商业界最经典的案例 而且里面还会有作者 透过他很细腻的观察 跟他身为创业家之间的一些这个对话 这个细节 所以呢 这本书如果对于不常读商管书的读者 我认为也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啊 你如果已经对这些创业故事 或者说我刚刚讲的这些公司 你早就滚瓜烂熟了 那这本书对你的价值相对就会低一点 它的价值就在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作者本身 就是这个LinkedIn的创办人 作者呢 他对这些故事的分析的方法 跟他切入的角度 这个就是你可以看的地方 好 所以说这本书可以适合不同样的这个读者族群 那在读这种比较充满故事性的书籍的时候 我也想要提醒大家就是 我们要留意一下这个幸存者偏差 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呢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故事 都是成功的创业家的故事 好 你没有听到的是那一些失败的人 他怎么做的 所以呢 你听到的是成功案例 这个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你听到的都是活下来的人啊 所以呢 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一下 有哪一些决策 是因为他可能天时地利人和 刚刚好很幸运的成功的 还是因为呢 他做这个决策的背后 有很稳健的这个理论基础 或者说有很稳健的一个根据 他才做出来的决策 那我们再进一步判断 哪些决策是单纯是赌一把 那哪些决策呢 是走那种胜率比较高的路线 这个差异呢 是身为读者的我们 自己要去仔细判断的 把这些东西套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们不能完全照抄哦 而是要依据自己最新的状况 还有环境 来做出相对应的调整 所以呢 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创业者 或者你想要创立任何种类 大大小小的事业都好 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 那如果你对于商馆跟创业的故事 很感兴趣的话 我也同时来推荐我自己的前三名的好书 好 第一本有介绍过的叫做从零到一 那第二本就是用你的不平等优势创业 第三本就是这一本 高成长思维 那我也很开心可以在这个商业故事的 这个推荐名单上面又新增了这一本书 好 最后呢 来念一下Apple Podcast上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位听众叫做 Sinway 他说 阅读是日常力量的泉源 从一年前被朋友推坑之后 就爱上瓦机的读书心得 里面的条例 还有内涵 我是一个美籍必听的资工系学生 拜读了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 也有极大的收获 很庆幸活在这个世代 有瓦机的Podcast可以听 另外呢 也想跟瓦机建议一下 美籍的开场白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很不一样 希望可以找时间 用现在的设备重新录制一次 收听的体验会更好 OK 非常谢谢Sin的留言 然后也谢谢你的肯定 有提到说 在现在可以听到Podcast 这样说出的呈现 是非常庆幸的一件事情 那这也是对我一个 真的是很棒的肯定 非常感谢你 然后也谢谢你另外一个建议 就是开场白的这个部分 好 那今天有注意的朋友 可能会发现 开场白我已经重新录过了 用新的设备跟新的环境 去录制这一段开头的开场白 那么声音应该有比较宏亮 有比较有朝气吧 那这个开场白呢 其实是在我第一集的时候 好像就是一直是那个格式了 然后一直用到现在两百多集 都还没有换过 不过有这个提醒也不错 就是我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 但是听到这个听众留言之后 我就突然回去看 的确也之前那个开场白 好像是比较低沉 然后那个声音的品质啊之类的 好像没有这么样的 像现在这么鲜明这么活泼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重新来录一次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 全新录制的开场白 好那再来的话是第二位听众 名字叫做苏 他说谢谢你做这件事 每次分享有关阅读的资讯 都令我收获非常多 谢谢你 好非常谢谢苏的留言 那么再来的话是下一位听众 叫做ROUVDM 他说非常有内容的podcast 讲者还有团队非常用心制作节目 内容丰富之外 讲者瓦机说书的时候没有罪字 听起来非常流畅 而且很舒服 非常感谢你让我们这个地方妈妈 可以借由这个节目 得到更多有用的知识 然后他就写PS 我家刚出生的婴儿 每次一听到瓦机的声音 就会安静下来 这个节目呢 连婴儿都能够被疗愈到 OK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然后也很开心听到说 对于小婴儿 小婴儿也有这个疗愈的效果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收获吧 好那如果大家这个婴儿很吵的话 记得就放给他听 有一种催眠的效果啊 有些朋友跟我说 他是睡前的时候听我节目 就特别的这个催眠 那如果这个节目 对你也有这样的疗效 那我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反正一个节目 只要有用途 管它是什么用途 只要对大家有帮助 有用 那可能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好那今天的这个留言的分享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今天的节目呢 就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然后在Apple Podcast 留下评论 也推荐给其他的听众 你也可以透过行动来支持我 一次性的或是每个月的赞助99元 帮助这个频道持续运作 如果你对于这个频道 有任何的想法 或想要问我的问题 都欢迎在节目资讯栏里面的 传送门连结 可以找到留言给我的方式 我每周呢 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部落格 分享读书心得 喜欢看文字版本的朋友 可以去订阅免费的电子报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